吴欣也犯了难 永道本来就够宽敞 铁门又是顶天立地 上下都没有可供翻阅的空间 没有把手也没有锁眼 让人翘都没法翘 出臣子摘了眉心的黄服 塞进袖子里 和吴欣两个人在门前来回地走 正是吴欣也犯了难 不计可施之时 吴欣忽然在一扇门前停住了脚步 背起双手仰起了头 他忽然踹出一脚 只听一声铿锵之响 门扇竟是向内开了半寸 出臣子目瞪口呆 原来铁门真就只是两扇铁门 其中并无玄机 而吴欣站稳之后点了点头 令仙师的心意果然莫测 两人当即一起动手 拼命推动一扇铁门 铁门虽然也有门轴 但是门板沉重 上下又摩擦着石壁 所以很不灵活 等到门缝容得下一人侧身出入了 两人便于贯而见 进入之后 吴欣眼前一亮 发现了一片新的天地 原来面前又是一间石室 四壁平整 很有房屋的意思 门口两侧忽然腾起了火苗 是出臣子发现了石壁上突出的油灯支架 灯里还存着半碗油 有了油灯照明 吴欣的视野就更清晰了 前方的情景很像出臣子的慧客戌 正中央摆着一张木质罗汉床 床上盘腿坐着一位须发揭白的老道 老道身着黑袍 本是个打坐的姿势 然而一个脑袋歪得诡异 几乎快要侧诊到一边肩膀上 出臣子微微弯了腰 捏手捏脚地走上前去 细看老道的面容 吴欣也跟上去了轻声问道 是领先师吗 出臣子张着嘴回过头 颤巍巍地一点头 是 然后他抬手掀起了老道的长发 就见对方的脖子上赫然一道刀伤 不但砍断筋脉 甚至连颈骨都激进断裂 鲜血早流尽了 白生生的骨茶翻出来 看着正是惊心动魄 出臣子低头尝出了一口气 抬起的手颓然落下 同时发现师父的道袍之所以看起来是黑色 乃是因为被鲜血浸染透了的缘故 私人已逝 而且逝了好几十年 导致出臣子哀而不伤 做不出哭天抢地的样子 吴欣则是把目光移向了罗汉床两边 两边和普通的居室一样 摆着桌椅橱柜书架子 吴欣走到书架前 发现架子上并无灰尘 书本也都排列得挺整齐 一本一本地抽出来看了封面 他开始寻找秘籍 他行动了 出臣子也不闲着 伸手去摸罗汉床上铺着的被褥 又掀了师父的袍子下白往里看 忽然啊了一声 他在床脚的被褥下面 翻出了一本薄薄的册子 口中说道 找到了 吴欣连忙过去观看 就见册子封面上果然只有密集二字 出臣子翻开册子 里面并无文字 一页一页都是符咒的图案 一般的符咒多是画在长纸条上 册子上的符咒却是语状不同 无边无际的不满整夜 一眼看去如同乱麻一般 抬眼望着出臣子 无心问道 看得懂吗 略懂 无心还要继续说话 不想画味出口 耳边却是响起了金石之声 一声望去 他只见一条手臂直挺挺的从门缝中伸了进来 随即上方又拱进一个女人脑袋 脸上赫然三个血窟窿 出臣子灯石一哆嗦 而无心瞬间明白了 立刻冲向铁门 糟了 解释还魂 未等他双手触到铁门 出臣子拔出手枪 对准门缝 抠动扳机就是一枪 子弹力道极大 打得女尸向后一仰 而无心抓住机会推动铁门 竭尽全力的想要把门重新关闻 哪知他一股子力气还没使完 旁边一扇铁门也有了动静 出臣子合身扑上来顶住铁门 苍白着脸问道 解释还魂 锁魂的阵法一定是出了问题 动力的鬼魂现在自由了 外面不知来了什么东西 咚咚的在撞铁门 出臣子效仿无心 也用双脚蹬地借力 马尾把辫子散开了 他一头一脸全是头发 怎么办 我不知道 无心和出臣子都是身强力不亏的人 然而双拳难敌四手 好汉架不住一群狼 况且狼还有着趋利避害的本能 外面那一群行尸走肉 却都是撞了难强也不回头的家伙 无心背移铁门 就觉得身后一股子推力十分强大 自己的双脚蹬在石板地上 身不由己地再一点一点往前蹭 出臣子比他个子大 分量重 这时倒是稍微有了一点优势 抬起一只手摸进怀里 他咬牙切齿地开口说道 无心 我们不能坐以待毙 我这里还有许多弃鬼的符罩 多少会有点消炎 怎么用 只要贴到外面门板上就行了 无心灯石宁起了眉毛 一门之隔便是凶残的活死人 谁有本事跑出去贴纸服 只怕是刚一露头 便被尸首们撕碎活嚼了 可是不冒这个险也不行 行尸走肉们打起冲锋可是不含糊的 横竖已经全是死人 在铁门上撞成粉身碎骨也不在乎 对着初臣子一点头 无心决定和他分工协作 务必做成此事 三言两语的交谈过后 初臣子咬破舌尖 连血带唾沫地在纸服后面舔了一大口 把纸服交给无心 他把贴身藏着的伯朗宁小手枪也拔出来了 忙里偷闲地重新扎好马尾巴辫子 他双手握枪提起了精神 无心的身体略略松了点尽 让一扇铁门缓缓开出缝隙 一转身面对了铁门门缝 他就见门外黑区区的全是人形 接着门内两边的油灯光明 他就见一张铁青的面孔直凑上来 鼻子是鼻子 眼睛是眼睛的 很有几分人样子 不料在发现门缝不足以让脑袋叹入之后 这位体面的活死人骤然张大了嘴 一口便咬上了铁门边缘 无心不敢耽搁 顺着门缝伸出左手臂 啪的一声就把纸服贴到了铁门外面 手背随即一通 正是被其他尸首的绝佳抓伤了皮肉 无心连忙缩回了手 而出尘子抓住时机瞄准门缝 一枪先把咬铁门的活死人轰了个倒影 接连抠动扳机又打出几枪 他虽然不能把外面的尸首再杀一遍 但是利用子弹的冲力 倒是把积极进门的几位全轰了个东倒西歪 无心收回手推动铁门 使出拼命的力气把铁门重新关好 倚着铁门等了片刻 他发现自己这一边果然是安静了 可是出尘子所顶住的另一扇铁门则是情形不妙 被外面的行尸走肉冲撞得咚咚指响 显见一张指幅还不够用 须得再加一张 出尘子趁着舌尖伤口还新鲜 又取出一张指幅舔了一口 两人顾忌重施 无心故意把手背伤口渗出的淡淡鲜血抹开了 然后在出尘子的双枪掩护下 显灵灵的再次开了门缝贴出指幅 果然这次他没有再受伤害 出尘子也不含糊 枪枪不落空 眼看重担的尸首摇摇晃晃的又要爬起来了 他和无心一起发力 大喝一声推动铁门 把两扇大门彻底关闫是了 门外渐渐的安静了 但也不是纯粹的没了声音 尸首门依旧在动 只是不再冲击铁门 出尘子松了口气 无心留意到了 也跟着发出一声叹息 不知道 两道符咒能够抵挡多久 出尘子把手枪重新噎回身上 一张脸上没有血色 但是眼睛亮了许多 仿佛经过一场战斗之后 精气神全上来了 无心背着短剑 在石室里兜了个圈子 道长 我们一路走到这里并没有看到岔路 难道这千佛洞是个独眼洞子 有境无处 照理来讲应该另有出去的通道 否则洞子成了一条死胡同 外面又困着尸首和鬼魂 道长 这洞里的空气倒是不算坏 是啊 仅从这一点看 也不能真是死胡同 无心解下短剑 又把剑鞘递给了出尘子 两人分别握着剑和剑鞘 各自轻轻去敲墙壁地面 想要通过声音找出密道 时事的面积有限 几分钟后 两人在罗汉床前会了面 全是一无所获 无心蹲在地上 把短剑伸到罗汉床下又敲了敲 依然是声音沉闷 杨其脸望向床上的老道人 无心颇为沮丧地一屁股坐了下去 唉 道长 你和你师父倒是不大一样 我和我师父 的确是 智气不通 你就不想练出几招呼风唤雨的法术 我筛画符 如果你有志于学 我倒可以给你介绍个好师父 你太师叔祖 你不要说了 用人的性命修炼法术 想一想都令我感觉恶心 无心偷偷把左手藏在身后 因为手背上浅浅的伤口正在愈合 道长还真是个慈为为怀的人 当然 我现在有电灯 有电话 吃外国饭菜 走外国汽车 朋友不是总统就是总理 都军们见了我都一团和谐 凭着本道爷如今的身份地位 怎么活都是风光无量 何必还要去研习什么道术 另外我是讲卫生的 让我守着尸体出山洞 我会吐 无心早就看出出臣子入室太深 不像是月起罗一派的人 如今听了他一番回答更放心了 而出臣子把地上的马灯拎到镜前 将事先揣进怀里的秘笈 取出来一页一页的翻看 翻到最后他抬起头 急赤白脸地把秘笈往腿上一拍 这哪里是一时三刻 就能领悟透的 无心知道出臣子日子过得舒服 一定分外惜命 眼看出臣子所带的油布口袋 就放在地上 他伸手将其拽过来 从里面掏出了饼干去 一边吃一边说道 道长 令仙师是自杀吧 出臣子早在几十年前就认定师父是死了 所以现在虽是和师父的尸体同处一室 却也毫不动心 应该是吧 仙师死状惨烈 大概也是为了刺激魂魄汇聚 以免消散 那令仙师的魂魄如今又在何处啊 出臣子自从进洞之后便是心慌意乱 此刻当时就被他问住了 除了锁魂阵内 洞内其余地方都很干净 连零碎的魂魄都没有 可见令仙师法术未成大概是死后便魂魏破散了 出臣子没言语 心里认为师父也算倒霉催的 无心咽一下饼干 又拍了拍手上的饼干渣子 道长 起来吧 我们再四处瞧瞧 怎么这房里连饮食都没有 令仙师当时就已经屁股成仙了 话音落下 他忽然意识到自己说了废话 而出臣子看了他一眼 脸上的血色又退了一层 房内虽然没有五股杂粮 房外却有一大群带宰的活人 出臣子的师父如果想要填饱肚子 倒也容易 出臣子一贯仙气飘飘 没想到从太师叔祖到师父 接连着给自己丢人现眼 灰头土脸的站起来 他没敢搭茶 一边整理长发 一边走去书架间 将架子上的书从头到尾翻了一起 最后找到了一本薄薄的大册子 翻开来却是一张地图 将地图浏览了一遍 他忽然惊喜地出了声 无心 你来看看 这是不是一条密道 无心连忙起身走了过去 出臣子弯腰把地图铺在地上 一根手指点在下方 那 这两边画了两个小人 大家就是洞口的两尊菩萨 对不对 无心点了点头 然后顺着洞口向上看 地图画得十分简略 但是清楚明白 最后到了头 图上赫然标了铁门的记号 铁门上方画了个方块 想必举的就是这间石室 石室仿佛是千佛洞的最末端了 然而仔细看去 正对着铁门的墙壁上 又用虚线描出了一道小门 两人一起抬头望去 发现若是小门当真存在 就必然开在了罗汉床的后方 罗汉床的床围高大 而且是紧贴着墙 方才竟是被他们忽略了 两人心中立刻有了光亮 低头再看地图 却是立刻又傻了眼 原来虚线琐事的小门后方 虽然也画出了两条线表示通道 然而纸张有限 通道就只延伸到了地图边缘 进了小门之后 是生是死 竟然成了悬案 出尘子看在师父的面子上 强忍着没有破口大骂 于是无心无声地吸动嘴唇 替他骂了 地图学在画的可恨 显然是在下笔之前 根本没有考虑过布局 画到最后无处可画也就算了 无心存着一份悉迹 还问出尘子 会不会有另外半张地图 显示的性格我最了解 素来是故头不顾尾 而且没有长想 半多而非的事情做得多了 无心回头望向罗汉床上的老道人 心想知诗莫若图 看他的所作所为 也的确是个不着调的 对着出尘子喘了一口气 他转身走向罗汉床 唉 道长 咱们先把床搬开看看 如果真有暗门 再做打算